好 到房间了 房间是在七楼 751 进房间以后的话 左手边是洗手间 有这个 可以泡澡 然后有玻璃 这个洗手台不大不小 刚刚好 然后有矿泉水杯子 洗漱用品全部都齐全 这里的话是厕所 下面有称重的 称体重 然后这边是淋浴 一应俱全 全部都有 进来的右手边的话是衣柜 衣柜里面的话就是 烫斗 然后是浴袍 这些东西 然后这边应该是 保险柜 贵重物品的话保险柜 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进来这边的话有这些 矿泉水 水壶什么 反正酒店应有 应该有的 都有 下面是冰箱 冰箱的东西除了矿泉水以外的话 都是要付费的 里面的话是我们今天订的是双人床 是那种 一米五 两米的 两个床 电视机 然后环境还是蛮好的 酒店还是蛮新的 沙发 然后外面的景色就大概是这样 玻璃有点脏 这是七楼 他们只有八楼 对面也是酒店 好 大概酒店就是这样 房间 等一下我们去楼上喝饮料 到时候带大家上去看 酒店的话是在马路口 走进来大概是两分钟就到 等一下我带大家看 刚刚忘记给大家看 这个浴缸的话 旁边这个门是可以拉开的 你看 可以拉开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 那酒店的泳池是在八楼 泳池不大 但是还是蛮精致的 那这边的话是酒吧 可以在这上面喝点酒 点点小吃 就是在顶楼 但是还是蛮优雅的 感觉很不错 室外的 酒店是新的 刚建不久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那酒店的早餐呢 就在大堂啊 大堂里面 就电梯口出来这边啊 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什么样的早餐啊 这里是饮料区 然后这里是一些面包啊 牛角包啊 这些啊 一类 烤面包机啊 然后这边就是 主菜啊 这个是炒饭 这是白菜啊 咖喱 这是日式咖喱啊 这是日式咖喱啊 煎鸡蛋可以在这边叫啊 厨师会帮你做 然后中间是 沙拉啊 汤 那这边是芝士啊 这些 水果一类的 因为现在大概十点半了啊 所以说人就比较少 香肠 这是培根 炸薯条 其实位置还是蛮大的啊 人就比较少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 比较晚了 这是包子 烧麦啊 这应该是粥嘛 豆浆啊 还是蛮丰富的 油条啊 咖啡鸡啊 好那早餐就这么多 有荷包蛋 有蔬菜沙拉 有芝士啊 还有 泰式的这个炒面 炒饭啊 好 那我先开动了啊 好那这里是 苏空一十五项啊 这就是大马路口啊 给大家看一下酒店的具体位置啊 这里就是轻轨啊 跟娜娜站跟前面那个站也是很近啊 然后从大马路口进去了 路程呢大概是在走路三分钟左右啊 这个附近两边的话有餐厅啊 有按摩店 药店也有啊 实际是蛮方便的 然后马路口的话有这个摩托车司机啊 这就是按摩店啊 这是理发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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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可以那个一日游的啊 旅游公司 这是个酒吧 可以打桌球啊 这是个酒吧 可以打桌球啊 前面这个就是我住的酒店啊 大家看 旁边就有这个餐厅啊 对面是那个Irish Bar 那个酒吧 爱亚兰酒吧 就这一栋啊 其实也是超方便的啊 走进来大概一分钟 就到了 大家看啊 然后前面就是 大厅 你看 这边是你入住登记的啊 这边就是大厅啊 那前面就是刚刚吃早餐的那个餐厅 这里是休息区啊